大家好,我是乐子 好长时间没录视频了 我上次就说了 然后是因为我爸妈来了 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在家里 就是对着一个镜头这样 这样胡说八道 所以呢,今天他们刚刚出去了 我又可以录第二个视频 今天录的是呢 是 就这个 这个是我前两天看一个 欧洲的博主叫 Jeffrey Star 还有Laura Lee 他们两个一起录的那个变色的粉底 然后我前天看完了 我就立马就想到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 据说就是说可以 就是你涂在脸上之后呢 它是白色的 然后呢,它会根据你的那个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那个皮肤的颜色 变成一个合适你的颜色 那它这个东西呢 一共就有两个色号 一个是 一个是Claire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深浮色的 反正我们亚洲人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呢 就比较适合于棕皮和那种 非洲人用的 所以呢 我们就买这个 这个浅一点的色号 然后它涂出来呢 就是 白色的 然后它涂上脸呢 就是 我现在已经涂了一会儿了 就是实际上呢 它涂到现在 它涂到现在 它涂上去 它不会自动的变颜色 而且说你一定要把它晕开以后 我现在本来我没想录这个视频呢 后来我就想 反正我也想录 干脆今天早上就录起来好了 然后呢 比如我现在涂到这儿 可以看到 看得清楚吗 就是它涂出来是完全超级白的 那种像面霜那种白 但是你仔细往里面看 它是有非常微小的那种颗粒 然后我觉得啊 就是应该是 这个颗粒嘛 我觉得应该就是 弄开之后呢 它就是颗粒融化之后 它就会变的 所以我不是觉得 它像变色的唇膏那种 涂上去之后全变 而是说 比如说这个白的 我涂一下 就是纯白对吧 底下呢 它就会变成 晕开之后呢 它就变成肤色 变蓝 因为我是近视 其实我是看不见镜头的 所以我就是 跟着感觉走 就上面像它还是白的 底下你晕开 它就变成肤色 但是如果你不晕开的话 它就一直是白的 就比如说脸上这个 刚刚涂的 大概两分钟之前吧 它一直还是白的 它并没有说 遇到温度会变 而是说你 我觉得变的不是那个白的 白的只是它可能 一个滋润的那个东西 变得可能是 让里面的那个 那个东西 揉开了以后 它就变颜色 那现在我就准备上脸了 要不要一边 我先上一边好吗 先上一边 我也不知道应该用多少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CC cream 我试试看啊 我先上这一边 我真的是上了很薄很薄的一层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跟我这边的脸 我这边脸的样 这种肤框和这边的话 感觉就是毛孔小了一些 然后肤色呢 并没有提亮 它实际上是你的肤色 只是你的肤色呢 变得有一点 嗯 变粉 还是蛮好看的那种粉 不是 嗯 是蛮自然的 自然的连血色的那种粉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 这是我第一次用啊 就是我在手上试了一下 但是我在脸是第一次用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它不会说 它的遮瑕效果 非常的 嗯 一般 所以我现在上第二层 我这边还是等一会儿 本来刚刚想上全脸 我再加一点 油 油 油 再加一点 好吧 再加一点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OK 把手晕开 它就没有了 它颜色就会消失了 好 这个刷子我之前说就是 我觉得就是 在刀拉斯可以买到平T嘛 嗯 但是我不知道 用下来一段时间 知道大根拉斯那个刷子会怎样 只是我现在觉得 我一开始就是刷子特别贵 这些artist的刷子 我觉得那个刷子特别贵嘛 但是我现在用起来真的它的 用它的使用效率很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贵可能还是有贵的道理吧 还蛮喜欢用它的 很好用感觉 都不太用 有的时候我懒的时候 我就不用Beauty Blonde 因为Beauty Blonde 它给它那个进水泡一下 这个就完全不好 好我现在上两层 大家看一下两层 这边是 这边是上过的 这边是上过的 然后它光泽感也有 然后那这边是 没有上过的 上过的 没有上过的 你看这区别吧 我在镜子里面看吗 区别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能明显感到这边的脸的肤质 感觉好一点 但是没有说像粉底一样 效果那么明显 就是如果你追求一下自然的那种光效啊 自然那种裸妆的妆效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不错的 而且它光是快 它里面还说 我看了它那个产品描述 说里面这个东西呢 它是Made in Korea 但是这牌子是不是Korea 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 反正这个东西是Made in Korea 然后呢 它里面还有很高力深的精华啊 就是说它除了是一个粉底 它还有保养的功效 所以 用起来还挺放心的 不错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这边就涂一层了 反正也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反正也看得出来 我觉得还挺好 但是呢 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边的斑点 就是我这边的 我这边的斑点 就是稍微有点变淡的效果 但是没有完全的遮住 所以可能还要在这个地方呢 用遮瑕再搞一下 那我现在呢 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非常快就把它上好了 我本来说我就要走了 然后我就又化了个妆 我本来想就不录了 后来我也想好像别的博主 录什么粉底视频的实测 好像都是先化完那个粉底 然后再化妆 回来再说 然后我现在要出门了 然后再回来 所以呢 对 所以我就跟他们 所以我就跟他们看齐 好 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刚刚就是 我现在里面的那个粉底啊 用的就是刚刚我说的 那个CC cream 那个名字叫什么 我根本读不来 对 然后就是那个变色粉底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妆 差不多稍微化了一下 然后我现在就出门 然后晚上大概十点多 会回来录一个review 大概十二小时之后 中间的话 有可能我会说一下 要可能不说 但是我想跟卡鲁的小朋友们 打个招呼 因为我就在卡鲁 然后呢 我告诉你们 卡鲁有一个那个 那个新开的韩国餐厅 还不错 不是广告 这真的不是广告 就是我去吃了还不错 而且我发现很少人知道 所以呢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们地址 如果你们不想知道 就算了 我为什么说它还不错 因为它是韩国人开的 因为之前卡鲁呢 就只有中国人开的那种 这种日本韩国 日韩的餐厅 没有好像我知道的 我不知道哪有韩国人 自己开的正宗的韩国餐厅 这个呢 我现在介绍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它不是那种 全套什么烤肉什么的 就是很 就是拌饭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还行 挺好吃的 然后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 就下面评论告诉我 我会告诉你们地址的 拜拜 嗨 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一共是在 在脸上 就是这个CC cream 就是这个 在脸上已经是从10点 到现在是14个小时 所以大家已经看到 我的眼袋已经出来了 我就是最近这几天睡得太晚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晃晃晃 也没有干过什么事情 好了 现在马上就要睡觉了 他们都睡了 所以我就给你们拉近一点 你们看一下 那我自己的感觉 那我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总体上呢 跟早上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呢 我的鼻翼两侧 现在我这个灯啊 不是自然光 所以是灯光 可能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就是我现在的鼻翼两侧啊 会出油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基本上没有了 而且这个眼下呢 脱 脱妆比较严重 然后 其他的呢 我觉得还蛮好的 嗯 它的热爱效果 我早上就说也不是很好 嗯 但是它呢 总体来说是非常的 嗯 非常的轻 非常的轻薄 嗯 很舒服 也不闷痘 嗯 是一个 嗯 日常 如果你想化一个比较清淡的 清线的妆容 就是妆感不强的话 而且很快的那种妆感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 用这个 CC霜的 但是如果你想出示 一些正式的场合啊 那需要你的那个 遮盖力比较强 或者持久度比较够的话 那么还是用 比如说用那种 安满的 那如果是正式的情况下 还是用那种 安满的红盖啊 还是 嗯 我觉得是我用现在 我觉得是最好的 嗯 好 就是 我觉得总体来说 它是比较好 是值得收的 因为像如果你 都是那种粉底 那种形式的话 没有CC霜的话 如果你想入一个 CC霜或者BB霜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如果是粉底的话 但是它不能完全贴在粉底哦 所以就是它的 优缺点我都讲了 那 嗯 希望这个的视频 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嗯 这个呢 除了是 我买的这个是个小包装 15毫升 它有大包装 你们可以买个小包装 试一试 小包装的话 就需要20块钱 就打完这20块钱 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也不贵 如果好的话 你们再决定 要不要买大的包装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嗯 我 哎呦 天呐 我的衣服穿反了 anyway 反正你们就是 希望大家 喜欢今天的视频 嗯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跟大家 再跟大家聊吧 拜拜 拜拜 嗨 大家好啦 我今天先测试一下 看一下发型 还有我的这个 脸